得道成圣的真相是什么 道家传人揭秘得道的第一个关键 那就是区分自然和人为 这听起来似乎并不难 但这样想的人一般都没有领会到道法自然的真谛 那道家眼中到底怎样才算成功区分了自然和人为呢 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 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在普通人眼中分辨自然与人为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在道家看来 自然与人为的界限往往并不是敬畏分明的 以手机为例 它表面上是一个绝对的人为产物 可从漫长的历史发展来说 手机是科技进步后自然产生的 是人不断开拓自身的产物 那么手机究竟是人为的呢 还是自然的呢 可倘若自然与人为如此无法区分 那道家执着于区分二者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道家认为正是因为自然与人为一时间无法区分 因而想要得到的人就必须努力学会区分 区分的关键就在于名称 庄则以为事物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事物的性质 譬如说封建时代以果小小为美 现代社会却不以此为美 美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发生了变化和更迭 但不变的却只是美这个名称 因而得到之人要想区分自然与人为 就得先知晓理论更迭的历史与必然 不值得于某个概念之中 而要做到超然于概念之外寻觅真正的美 所谓超然于概念之外就是不为美名利这些东西所困惑 明白它们不过是一时一刻的存在 只要懂得了这个道理 那么人就会超脱于特定的时代 他的眼界就能拥有历史的高度 庄子审视儒家学说就是如此 儒家老是将各种美好的品质化做概念放在人的身上 就好像是只要拥有了这些概念 一切就会变得很美好 但庄子却敏锐地指出 拥有相应的品质概念 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一个人变得善良了 不代表他周遭的世界就会发生什么改变 只不过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换言之 他始终都没能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真相